Word 2019-101解题说明 首先打开练习档案 在WP01底下 注意题目的类型是OpenDocumentODT档 首先打开这个档案 第一小题要调整版面 我们首先看到上面版面配置的功能 点按一下 接着在版面设定里面 可以调整方向跟边界 由于我们要调整两项 所以我们直接打开右下角的 版面设定的对话方块 好,方向呢原来是直向 我们要改成横向 边界上下左右各为1.5公分 好,我们这边打1.5公分 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它预设就是公分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全部都清除以后 再打1.5 那它预设是公分 所以单位没有问题 接着下 右 上下左右 都是1.5公分 好,按确定 第二小题呢 要将第一段标题后的所有内容 我们先请同学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段落符号 代表这是第一段 在第一段后方 我们移到左边 点按一下 选取 第一列 接着 往下拉 移到最下方 按住shift以后 点按 最后一列 接着 选取上方的版面配置的栏 由于没有试栏 所以我们选取其他栏 栏数 好,往上点按 试栏 兼具 依据题目要求 0字元 注意到 议设单位是字元 没有问题 好,按确定 接着 要将深蓝色的段落 位于蓝的首行 好,这边我们可以点按 在国家公园前方 接着选取上方 版面设定里面 有一个分格设定 点按以后 选取分栏符号 就可以将分栏符号 后方的文字 从下一栏开始 好,点按 同样的方法 点按以后 分格设定 分栏符号 主题乐园 分格设定 分栏符号 第三小题 要编辑深蓝色的文字 我们首先选取 国家风景区 往左边靠一下 好,选完以后 3-A 文字总宽度 要6公分 那这边呢 在上方 常用的地方 右边 有一个亚洲方式的配置 同学点按以后 选取最次文字大小 这边请同学注意 它预设是字圆 所以题目要求6公分 我们要自己把这个单位 重新的改变 变成6公分 按确定 3-B 我们再把这个深蓝色的文字 选取一次 套用橙色的网底 在段落上方 点选 网底 选取 橙色 完成以后 其他三个 我们可以利用 复制格式 点按两下 好 这边有一个哨把 我们把它扫过去的 它的格式呢 就会复制过去 完成以后 记得再回去点按一下 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最后第四小题 要编辑蓝色的文字 在解题之前呢 有几个按键呢 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 当我们按F4的 功能键的时候 它会重复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另外 Ctrl-A 是全显 还有Ctrl-Shift 再加上F9 这三个组合 的按键呢 它是代表 取消功能变数的连结 好 我们接着 来继续看 移除所有文字的超连结 当你把滑鼠 移到蓝色的文字的时候 它是可以按住 Ctrl-A以后 直接做超连结 根据题目的要求 要全部移除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过 按Ctrl-A 就可以做全显 接着要移除超连结 按住Ctrl-Shift以后 再按F9 好 同学可以看到 滑鼠再移过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超连结了 接着要加入项目符号 在蓝色的文字 在蓝色的文字 任意点按一下 一记题目要求 我们在右方编辑里面的选取 选取格式设定类似的所有文字 点按以后 就可以把所有蓝色的文字 选取了 接着 项目符号 在段落上方 有一个项目符号 点按以后 一记题目要求 我们要自己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选取符号 资源代码 输入119 按确定 再按一次 确定 完成以后 点按一下项目符号 调整它的格式 字形大小 16 颜色 选取 深红色 接着要调整清单的缩排 我们在项目符号上方 点按右键 选取调整清单缩排 编号的后置字元 一记题目 我们要调成 间距 按确定 最后个蓝一段落符号 递增排序 首先选取最左边的 蓝色的文字 接着选取上方 段落 排序 点按以后 一记段落 符号 递增 没有问题 按确定 接着第二栏 一样 我们先选取完以后 上方 排列顺序 段落符画 递增 按确定 当然同学也可以 选取第三栏以后 用我们刚刚的 按F4的键 它跳出以后 完成刚刚的动作 按确定 同样 同样最后一栏 按F4 按确定 到此解体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在WP01底下 记得将原来WPT01.ODT要存成WORD的文件档案 而且要将档名改成WPA01.DOCX 没有问题 按储存 接着打开提库练习系统 数颗评分 结束 无 alley 接着打开